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是你同他擦肩而过 因为在美院这个标新立异的地方 至少从外表上看 林峰太不标新立异了 忽然有一天 美院的陈列馆要举办林峰个人画展 这让不少人有些惊讶 有些不以为然 又有些颇费猜测 它是否有什么背景呢 背景的确有 八岁的林峰破格加入香港中国美术会 蝉联两届全港少年绘画比赛冠军 获得英国伦敦皇家绘画协会举办的 世界儿童绘画比赛金智奖 获得印度新德里国际少年绘画比赛金智奖 十五岁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个人画展 十六岁由香港政府在泉湾大会堂为他举办个人画展 当不少内地人匆匆加入国际大串联 向世界各地奔去的时候 林峰却跑到大陆来了 他说 中国艺术的源泉在大陆 画展对林峰已经不是出世身手的事情了 林林总总的画挂出来了 扑面而来的是中国画这个古老绘画语言中 一声有点离经叛道的呐喊 史于唐 胜于元明清 以及现代还在发展的水墨画 充分发挥墨的表现力 把中国美学心理完满地表现出来 唐代王伟水墨至上论就备受后人崇拜 所谓笔墨就不仅仅指中国绘画工具 而是书法诗词金石的综合修养 笔墨是这类艺术的语言 在林峰笔下 一切飞禽走兽 人物器皿 已经离传统的笔墨语言相去甚远 但是不同文化修养的人仍旧能够在自己的审美层次和试点上 看到林峰画中某种传统的痕迹 中国画毕竟是一门古老的艺术 它的历史悠久必然导致它的过于精致 技法上的完善又使后来者难以另辟蹊径 许多入画台有些时日的人最终还是在这个博大精深的艺术语言面前 缴械投降或果渡不前了 林峰是所谓出生牛犊 他深知对千变万化的自然形态追逐模拟 是不理智和突然的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置身于自然万物之中 把握事物的关系和内在精神 让它们成为生命悦然纸上 就是绘画的实质 于是在林峰的画案上 你极少看到它做一幅完整的 可以登大雅之堂的作品 一切构思就这样看似杂乱无章的 月然纸上 信手徒来 胸有成竹 许多突发的奇想和对传统 艺术语言的叛逆 就是在与朋友的三言两语的 评判中喷涌而出 所谓笔外之笔 画外之画的绘画艺术境界 往往就是在这些 注重作画的情感 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抛开沉重的历史经验 抛开浮躁的功利意识 不为风向所动的氛围中 渐入佳境的版 海明威说 作品应该是一座冰山 录在羊面上的只是三分之一 印意地在他的作品中表达出来 追求完美是一个画家 毕生最痛苦的视野 而完美之后 又往往面临着枯萎的威胁 所以艺术无止境 并不是哲学上的概括 而是无数追求者 痛苦的顿悟 新闻林峰以免 是录取为奥地利维也纳 造型艺术学院研究生 相信在欧洲的艺术环境中 林峰将更能够把握好 中国绘画艺术的精髓 正如他所说 谦虚地看待各种艺术遗迹 理解其内涵 但最终要表达自己的看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